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保持目录结构不变 对吧 这个有作战的吗 好 这边呢我们看到 复制到tmp里面去是吧 首先我们可以用fine的 然后来查找edc 类型是什么 是目录的 这个应该很清楚是不是 找到类型是目录的这样一些文件 目录当然也是文件啊 然后将它复制过去 另外要注意我们只是复制目录结构 不要里面的文件 其实有同学告诉我一个方法 他说老师可以这样做 他说可以先把什么呢 先把整个文件夹都复制过去 etc复制过去像这样 etc复制到tmp里面去是吧 然后紧接着find 查找tmp里面 etc -type 这是赤目录吧 然后加一个探号呢 取返 不是目录对不对 不是目录 然后给删除就可以了 这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然后-delete吧 或者-exec 去执行一条效命令 这个都可以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说etc这个目录啊 也就是你复制的原文件 有多少呢 有十个G 而你目标位置只有几百兆 你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呢 对不对 好我们还是使用find的 在etc里面查找类型是目录的 对吧 -exec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不能用cp啊 因为用cp的话 你如果是cp-r的话 低规的话 他还同样会把文件拷走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mkdr 把那个目录在哪呢 在tmp里面 创建一次就可以了 看到吗 我那边应该没有文件吧 现在 你自己看看 这能不能看懂 其实不用加刚p 因为他搜索的时候 先是便利上面那个目录 然后你一个一个创建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个一个创建就可以啊 明白 对 他搜到的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入境 然后你一个一个创建就可以 这种方式 那这个目录本身很小 是吧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作用 那个大家留到的是 将etc下的目录 整个目录 复制到vrtmp里面去 目录设77 文件是多少 66 这个复制本身应该没问题 到vrtmp里面去 那同学怎么做 目录77 那个文件66 犯的吗 犯的也可以 其实没这个必要吧 是不是使用chmod 然后-rd 然后a等于rwx vr下的tmp下的etc 还记得这个大写x吗 这个大写x它只作用于什么 它只作用于目录而不作用于文件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结果 etc里面的这些目录是不是77 文件6666 因为我们一般文件是尽量不要给它 随便的给它这个执行权限 对吧 好 但我们可不可以使用fine的命运来做呢 可以吧 找到目录 是不是给它一个 也就是fine的 在vrtmp下的etc 类型是什么 目录的 然后-exec 然后怎么做 chmod chmod d 然后全线是777 对于我们的目标文件 是吧 是这样写了吧 可以吧 但这里我想说的是 还有一个加号 看到吗 这个加号和分号 可能有些人呢 没有用过这个加号 加号和分号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分号的话 它表示的是 它找到一个文件 然后呢 对它设置权限 就是相对于每一个 这个chmod 这个命令 它是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设权限 而加号是什么 统一设置权限 所以效率呢 要高一些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文件量比较小 所以可能看不到这个效果 明白 但加号有时候不能同时使 有时候是不能用的 因为chmod 改文件权限 或者是改文件的这个 属主属组啊 这个动作是可以的 加号 好 这是关于这个怎么去设置 另外呢 对于不是目录的话 是不是他号就可以了 他号 然后是 66 这是不是也可以 好 这个时候不支持使用加号了是吧 好 有些有些没有 有些权限我们拿不到啊 好 像这个文件权限有问题 OK 好 这是加号和这个分号的区别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文件查找这一块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看一个东西 文件的打包压缩 首先呢 各位可能对打包压缩 其实也是经常见到 在Windows里面 我们可以对一堆散文件 像这样 点U键有一个什么 压缩到这个相应的文件 其实这个动作 他做了两个操作 做好啊 这个动作他做两个操作 一个是 把文件 把这两个散文件 或者这几个散文件 做了一个打包 我们也叫归档 归到一起 然后 在打包的基础之上 然后就做了一个什么 压缩 其实打包和压缩是两件事情 OK 来 咱们现在呢先做一个小的实验 就是 我们来创建大概 在 上千个小文件 或上万个小文件 然后来试一下 怎么去传输 就怎么从A电脑 传到B电脑上去 明白意思吗 我们看一下整个花费 需要多长时间 第一个在不打包的情况下 我们看需要多长时间 明白 那么在生长环境当中 有一次我一个学生 他告诉我 他说他们有这个 嗯 几个G啊 几个G的文件 其实不大 但是整整个在最后传的过程当中 花了大概几个小时 原因是每个文件都非常小 传输特别慢 好 这个我们也可以呢 造一些这样的文件 首先我们来传一下这个 就拿EDC来讲吧 我们如果想把这个EDC这个文件 整个文件夹传到 另外一台电脑上去 首先这里面的文件有多少个 很多吧 相当于是一批散文件 传给谁呢 我们找真机来做实验啊 这是我的机器 这是那个 咱们同学的机器 我先把这个TNP的下面的数据 先清一下 我从这边把整个EDC 整个目录给它传过去 看到吗 传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条命令叫 ICP 来进一个Cobi 同样加一个地规的方式 将我的EDC 传给远程主机 它是多少 就是 10.18.42.102 对吧 10.18.42.102 TNP 是吧 我们在前面加一个 Time 来统计一下整个整个这个命令所花费的时间 好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你们可能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边呢 说来报了一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呢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在我的这个 LOS文件里面 记录的 曾经的那个104 那个102 和现在的102 不是一个人的已经 好 解决方法怎么解决呢 打开入的下的.ssh 下的LOS hosts 找到那个102 把这一行整个DD删除就可以 看到吗 打错密码了 啊 还打错了 改了吗 没有 现在我传的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打包压缩的一个目录对吧 其实不大 EDC也也不过就是几十兆而已 对吧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这种文件达到多少 达到几个G 你看这个传出速度是多么的慢啊 而且这是局域网啊 这没有经过任何互联网的形式是不是 这是局域网 还没有结束 所以上次那个学生告诉我 他说他们那个文件啊 考了大概七个小时 没有多少不到那个就几个G的文件 考了七个小时 因为每一个文件可能就几K 这样一个大小 特别是小文件传特别慢 你看这个刷期间还没有结束是吧 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整个EDC各位才多大看到了吗 才有这个39兆是吧 我们将整个EDC目录传给对方主机 当然我刚才没有写Root用户身份啊 实际上默认的情况下就是Root对不对 好还没有结束 39兆传到现在有那么大吗 DU-SHEDC 36兆 还没有39兆 好 这个不用等它结束吧 应该已经耗了十几秒钟了吧 嗯 可能还不止 好那我这边Ctrl加C了 这种等不了 试想一下如果是几个G的话 如果是几个G的话 这个更浪费时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进行打包和压缩 刚才讲了所谓的打包压缩是两回事吧 如果只是压缩呢 举一个例子啊 我在这边创建一个DIE的目录 我在这个目录里面呢 创建一堆的文件 现在这个DIE目录里面的所有文件都是 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压缩吧 嗯 好如果只是单纯的压缩 像这样 GZAP DIE 下面的所有文件 好 DIE它是一个目录对吧 下面还有个DIE目录 DIE 看到每一个文件是不是都压缩了 嗯 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 把一堆的散文件 首先打成一个包 然后再对整个这一个包进行压缩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举个例子 现在有10个人 每个人都是200斤 有点重是吧 10个散的 散的10个人啊 那这个不方便传输 怎么做 先把这10个人捆在一起 成为一个大文 一个大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理论上讲 这10个人的重量 还是原来的重量 就只是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打包 也叫归档 这样的话 倒是方便传输了 变成一个文件是不是 但如果我们想要 再做一些压缩呢 我们可以把这10个人 再多一多 踩一踩是吧 然后变得更轻一点 这叫压缩 所以我的这边建议是什么 大家最好不要对单个文件 除非这个文件 就只有一个两个的 尽量对什么 就像我刚才你们看到的 我有一个目录叫DI 是不是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堆的散文件 可能上百个上千个散文件 那我们怎么做呢 建议大家对DI 这个目录经营什么 打包 然后再做一个压缩 没有吗 好这里呢 还是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是应该对里面的文件 进行打包 还是应该对DI 进行打包 你们有没有从网上下载过一些软件 然后点右键解开 解到当前目录 就是一堆散文件 然后你直接 你就会骂他了 说这什么玩意儿 所以我们去打包的话 也尽量对什么打包 对目录经营打包 而不是对文件经营打包 好 下面呢我们对EDC 经营一个打包 通常打包和压缩 这两种行为可以一块来做 打包和归档用到的是一个命令 叫TR 他这个命令 这边呢 C表示创建一个打包 最后这个F呢 表示我们创建的最后这个包 叫做名字 对一般情况 Linux大家知道 是没有文件扩展名 这种说法吧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 愿意给他起一个点 他的这样一个名称 来作为所谓的后缀 毕竟是给人看的吧 是不是 好 这个F表示 我们最终创建那个包 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们这边呢 同时也调用了谁 GZAP GZAP这个工具 本身它是一个压缩工具 但是这里呢 是被那个TR所调用 明白了吗 我们通过再打包以后 再把那个GZAP过来 把这个包整个压一下 完成一个所谓的打包和压缩的过程 明白 好 H-C 这个Z呢 表示调用的是GZAP进行压缩 好 我们试一下 这个F表示什么 最终打包以后的文件 我们叫EDC1. H-GZ 好吧 或者叫EDC-GZAP 起个名字吧 好吧 点叉了GZ 对谁呢 对EDC进行打包 这个命令有点特别 这个小F必须要挨着这个文件名这个参数 好大家观察一下 它提示我们删除了一个斜线根是吧 好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G来进行什么 看整个压缩的时间好像比刚才要长一点是吧 打包肯定是一样长 压缩的时间比刚才要长一点 因为压缩的比率会更高一些 是不是 还有一个工具 压缩工具 大家在网上下的内核 下的这个内核啊 通常是这个 我写都写EDC1了好吧 就EDC1吧 好 各位看啊 这次整个压缩好像会花费的时间比刚才还要长 明白吗 那么它掉的是谁呢 掉的是 我们可以看帮助 他 然后是杠杠 HAPP吧 这边 如果说 我们掉的是哪个 刚才看到的是 如果是小 小J 是BZ不吧 大J 是XC 压缩 是吧 还有个小小G 这个是 小Z 在哪 后面吧 应该 小Z的话 指的是使用机 这部 这部压缩 来 我们下面看一下 这三种软件压缩以后的这样一个结果 LL-H EDC 不是这个机器啊 LL-H 我放都放在哪了 放在当前目录 对吧 我没有放到别的地方 当前目录 为了方便看了我起的一个名字啊 很明显 这个GZIP 它压缩的时候 所花的时间最短 而且它的压缩的这个整个最后是最大的 第二个是呢 BZ2 第三个是XC 因此我们会看到 现在很多软件你下来你会发现 它的压缩是什么呀的 当然 这些后缩都不代表任何东西 明白吗 因为你那个死没有后缩这个说法 因此 我们如果说 有一个文件 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谁压的 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去查看一下文件的类型 是不是 查看一下这个 通过File去看看这个文件类型 它是BZ2压缩的数据 是不是 这个是 GZIP压缩数据 这个是什么 没有吗 那通常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拷贝一个文件 就算这个是11兆的文件 我们再拷到那个机上去好吧 好 ICP -R EDC 1 哪个 GZIP 然后拷到 10点 18点 多少 42点 102 放了它的 TMP下去 完了 对不对 不过像刚才那样那么慢吧 所以我们在 无论是局域网 还是在互联网当中 我们所下载的文件 通常下载的某一个软件 比如说NGX的一个软件 或者MySQL软件 已经基本上是由别人 做好了这样一个打包压缩 对不对 同样我们如果想要 我们如果想要什么 去传一个文件 传很多文件 也最好是做什么 打包压缩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 打包压缩 打包的时候 针对的最好是文件夹 这样的话 别人如果解开以后呢 看到的就是一个文件夹 否则的话 别人解开以后 看到的是 一堆散文件 是不是 大家同学问我说 他现在 我感觉已经很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解压 你现在传过 那个倒不是事儿 你现在传给了对方 比如说示范节 传给了示范节 这个电脑是吧 那对方是不是还有一个解压的过程 你你压缩的时候 可能要压 那个二十分钟 他解呢 是不是也要大概解二十分钟 这个很慢的啊 所以这种传说方法 其实是不好的 那我们如果两台电脑都可控的话 我们有更加好的一些方法来解决 好 这个稍等下来看 我们先来看常规的这种什么 解的方式 在解之前呢 有一个T 这个不是解压 只是看一下里面的什么 内容 TA-TF F始终是那个压缩以后的那个文件名字 是吧 好 TNP下的EDC1 这个文件 好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文件 是不是就是里面的 这些打包内容 他就是没有前面那个 根 看到了吗 没有前面的斜线 好那怎么解呢 好 当前啊大家看到 我使用TA-X 注意同样解的时候 刚才那个C表示创建吧 现在X表示什么 释放或者解压 同样我们是不是先要调用那个 压缩工具啊 刚才是-CZ 表示 我们打包完以后呢 将调用这个GZip来进行压缩吧 把我踩两脚是不是 现在呢我要干嘛 我要解包 那么是不是先要解压呀 对 对 他如果看到前面是X的话呢 他自动会变成解压 能明白吗 这个是自动的 所以不用专门去做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分两步 就先解压再什么 再解包 也就是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做 直接TA-XZ 可不可以XZ 可不可以XZ 这行吗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 然后直接报 这个不能够返回什么状态 不支持啊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什么 BZip2的文件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使用 那个叫XZ 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事情说 这到底应该使用哪个解压呢 其实你纠结半天你发现自己 根本不用写就可以了 然后自动判断就可以 我从来都不写这个啊 我既不写J 也不写J 自动判断 你自己看它是什么格式 然后调用相应的这个软件过来解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同样 这个地方有没有说解到哪去啊 回车 解到当前 当前 是不是 甚至是也可以解到 重力向到一个 比方说VR下TMP里面去 反正都没用那个什么 既没用J 也没用Z 都不用 所以解压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最好就让它什么 这种方式 其实没有任何必要 看到吗 然后 因为 你要用这种方式 你得明确知道 那个软件包 到底是使用什么工具压的 你不能够直接上来就 猜测的方式去进行解压 明白 至于这个V啊 和我们曾经看到的V是一样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显示它这个整个过程 然后如果不显示过程呢 如果那个整个软件包比较大 表示有几百兆 你可能感觉好像死鸡了 那种感觉 是吧 有个小V的话呢 反而能够 反而能够什么 像这样滚屏嘛 是吧 感觉好像还活着的样子 当然最后 今年的什么效果呢 今年的效果就是 直接 连那个小小杠都不用 明白 好 这边呢 我们看一个小例子 那么多余 我再说 你能够尽了 你能够尽起来